大家好 我是阿天 最近在學習怎麼樣跟這個代廚合作 然後呢 建議遠征的話 試很久 還是不適合代廚 可能是我找的這位代廚 他的方式不適合啦 因為建議遠征的話呢 你就是要登入他的帳號的話 你必須要用新的這個設備玩一陣子 所以說他不是說一有你的帳號 他就可以登入了 他想要儲值的話 他必須還要玩一陣子 那如果是使用這個線上的版本 譬如說這個 線上的這一個 建議遠征的這個網站 然後呢 使用線上購點 然後我們登入這個網站 我們點進去 登入網站之後呢 他這邊有個點券儲值 雖然說在這個Mycard的這個頁面呢 也有很多的儲值方式 譬如說 譬如說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欸 怎麼跳掉 等一下 怪怪的 稍等一下 點數儲值 我們隨便選個點數 那我們點著 前往付款 雖然說到了這個Mycard的頁面啊 他有各種儲值方式 但是 我這個代儲的那個 他使用的方式 他說這樣子比較不划算喔 好啦 那沒關係啊 那怎麼言之呢 就是在昨天上找一找的 欸 我找到一個這個雷電模擬器喔 然後呢 你雷電模擬器呢 他這個頁面還有一個專門是寫這個劍遠征電腦版 所以你下載了 之後呢 這個打開模擬器就會有這個劍遠征喔 所以我就好奇一點點看 欸 發現說這個運行起來還蠻順的喔 因為我之前我有用那個夜神模擬器 那這個 雖然說我現在是沒有用模擬器玩啦 因為其實現在劍遠征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因為 他很多功能都是可以自動啊 自動推圖啊之類的 那但是呢 你還是要把手機開著啊 他又不是說可以離線的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有用模擬器就還蠻順的 那因為我有用這個防毒軟體喔 所以他會教你說 這個防毒軟體啊 怎麼樣設定喔 那我這樣打開遊戲 可能 可能如果說每個人的這個系統不大一樣啊 有時候他可能開啟他會一直 發現錯誤 那你可能要稍微調一下你的系統 然後再重新開這個雷電模擬器 甚至是重開機 像我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防毒軟體的關係 然後 我有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就 就這樣打開了 然後也是蠻順的 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進度的41-60 沒有錯 我上一次課了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特權喔 就是為了要 推上個月的那個祕寶峽灣 結果呢 我抓錯時間了 就是 就是我本來想說我在最後一天推過 結果呢 就是 時間沒有算好 5月1號的這個祕寶峽灣活動就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那個主線推圖我也沒急著推喔 因為我現在還有 現在是5月15號 我還有半個月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整體操作起來就 也還算是蠻順的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因為說這個在模擬器上面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要課金的話 他就會彈出那個畫面 這畫面大大的也是蠻舒服的 如果說我在錄影片的話呢 用這樣的方式呈現可能也會好一些喔 但是我之前有用過這個全螢幕錄 全螢幕的話他這邊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邊框 那如果說單純用手機上看影片的話呢 就會吃掉一些不必要的這個邊框 所以 我記得我之前有用電腦錄過 那後來有網友說這樣子用手機上面看起來反而畫面會變小 所以我也沒有就是用這個 後來我就還是用手機然後這樣子錄喔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禮拜天嘛 趕快 禮拜天先借傭兵啊 這些傭兵的話都是跟那個什麼 跟這個詛咒夢境有關係喔 我第一個要借的就是 就是這一個 斯加萊特 黑家家 然後我們先保險借個兩隻 有沒有什麼沒有人借的 紅色的 陳孝宇 OK這樣子 好 然後借完了再借一個這個阿斯塔 LUST 就是為了打這個詛咒夢境 然後至少有一個這個黑家家 五星的然後刻印六十的 然後 第三隻要借誰呢 第三隻的話如果推圖的話呢 我可能會借這個九紅的小羊 九紅就好了 好這樣子 所以我大概每一次傭兵都是借這些角色 就是九紅的小羊是用來推圖的然後 這個 阿斯塔跟那個斯加萊特是為了打這一個 詛咒夢境喔 好那所以說這樣子看起來的話整體操作起來其實也蠻順的 遠古見魂 好我們來解解解解解每日任務喔 看看說這樣的效能如何 聲音開大一點 當然 還是會low一下跟手機比起來肯定沒有手機順喔 那可能是因為說現在 這個是怎麼講呢 就是因為你剛下載嘛 他很多資源都還沒有low完喔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說他其實還在 還在下載資源這樣子 不過我已經覺得算是蠻順喔 因為這樣開起來的話 我的電腦 其他的效能也不會影響太多 然後 這個 一下載回來了就可以玩 所以我覺得還OK 這樣子 我們就讀一讀 只是不知道說你放的他推圖 他會不會當掉 因為這個其實手機的話也可能會這個樣子 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讓他在那邊自動刷 刷久了之後遊戲 偶爾也會當掉 所以如果說用模擬器這樣刷不知道會不會好一點 至少我的手機還可以 去玩其他遊戲 操作起來感覺上還是不錯的 假設我們就先無腦來個自動推圖 來個小章魚QQ 不對不對 Hobby要進入這個戰鬥裡面去 挑戰首領 推薦陣容 選擇可用陣容 小章魚QQ 採用 人家用九紅的小羊了這一隊我就不能超了 所以等一下 有沒有不是九紅小羊的 哇你看九紅小羊到後面推圖好像變成 必備的 沒有耶他這個沒有九紅耶 所以不需要九紅是不是 這樣子 可可心 好啦自動戰鬥 會不會當掉了 自動戰鬥中 Loading一下 好像 當前增速過低啊對啦你模擬器的時候你可能要去去頭像那邊然後把一些什麼資源啊不要弄那麼大 除非你是錄影片 這個樣子 卡卡的但是沒關係啊他又不是吃我手機效能 反正我在通知的時候把模擬器拍著嘛這樣子 好像還可以吧 他吃的效能吃的如何啊 這樣子 還在錄嗎還在錄齁 工作管理員 這一盒是 光 不愧是光齁 光還是最多的 然後這個是雷電模擬器吧 這一個吧 好像 好像還好齁 效能 CPU 抱歉 雖然我是寫程式的 但是硬體不是很強喔 看看 好像好像不是這樣子看齁 應用程式 記憶體使用看一下齁 抱歉這一個 CPU 行中 對啊我覺得看起來還好啊對不對 所以說我把畫面縮小之後我就可以 去做其他事情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TU我們下次見拜拜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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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